2000年代首隻貓站長 在關西和歌山縣鄉村中誕生 得到國內傳媒廣泛報道 三毛小貓帶著站長帽的泳汁 既新鮮、又可愛、又威風 迷到千千萬萬的貓迷 透過剛剛普及的互聯網 貓站長的粉絲已經遍佈全世界 尤其以香港和台灣的粉絲為多 火車路線的社長深表感謝 最深日本今集是超文化系列 介紹貴智川線鄉村貓站長小玉的一生 我在2012年第一次拜見站長半貓 這次是十年後第二次到訪 向接班貓、四玉站長報道 看了社長著作中小玉的事跡後 就算有多少盒紙巾都不夠 現在已經成為全球愛貓人士 人氣偶像的小玉站長 可愛的花貓以火車站站長之名 悠閒地過著平凡的日子 這麼美好的故事 真的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嗎? 心腸壞的我 第一時間腦裡蒙生了一個疑問 是不是鐵道公司為了賺錢 而隨便找一隻花貓來做生蕉牌呢? 很多人可能不在意 或者不想破壞這個美好的故事 就算格林童話原本是殘酷不堪的血腥故事 但小朋友說故事的時候 是不會說原來的版本 而是說童話版本 曾經住在貴智站的花貓小玉 究竟從何而來呢? 他的故事在四十七道道府縣系列 和歌山特輯裡簡單介紹過 今次會看看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任命小玉為站長的社長 幾本著作裡有詳細的記載 1990年代 距離和歌山市中心 15公里的一個小鄉村裡的某一日 貴智村線當時還是南海電鐵經營的 一條鄉村鐵路 這日很冷 在總站貴智站旁邊工作的叔叔 偶然發現了一隻啡色虎紋小花貓 躲在角落頭 細細的身軀不停打震 在火車站旁邊辦公室工作的叔叔 不忍心看著小貓打震 就將它帶到辦公室裡取暖 虎紋小貓就在這一日成為火車站的成員 貴智站在2010年進行大改裝而翻身 現在可以在站裡找到 一間只是在星期六日營業的小店 小山商店 火車站改裝前已經有這間小賣店 虎紋小貓不喜歡躲在沉滿的辦公室裡 早上起床之後就去小賣店 看看有沒有新的懷疑 店主的嬸嬸很喜歡小動物 只要小貓沒有惡作劇的話 到山門為止都和他一起招呼客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 虎紋小貓漸漸長大 還幫他改了個名字 叫做美衣子 早上背著紅色書巴上學的小學生 都會和小賣店的美衣子打招呼 說一聲我上學了 去到放學的時候 又去到小賣店看看小貓 說一聲我上學了 小鄉村裡的時間過得特別慢 美衣子看著小朋友 一天又一天成長 1999年的春天 按向著休閒生活的美衣子 可能吃得多了一點 肚子都漲了起來 有一天下雨 在桂子站工作的叔叔遇上地工作 他經過站旁路軌上黃色工作車輛的時候 聽見很小的喵喵喵叫聲 他看看 原來有四隻剛剛出生不久的小貓 縮起一個角落頭 他怕就這樣下去的話 小貓都會濕透 他就把小貓帶到賣店那裡 賣店的心心 即時和小貓抹乾身 準備睡覺的地方 原來小貓就是美衣子的子女 那天抵受著寒冷 不斷打陣的美衣子 竟然做了媽媽 四隻貓仔裡 其中一隻特別的色 他就是日後成為站長的小玉 賣店的心心 暫時照顧美衣子一家五口 不過再這樣下去的話 很快就會破產 希望有人來收養小貓 打算只會繼續照顧媽媽美衣子 和她繼續看舖招呼客人 四隻貓仔裡 三隻哥哥和姐姐 他們都長得像媽媽一樣 一身啡色的苦紋毛 只有最小粒的小玉 全身都是稀疏的灰毛 他們的爸爸從來沒有回來看過小孩 也不知道他是下落 過了沒多久 哥哥和姐姐都找到新的主人 只留下像醜小鴨那樣的小玉 賣店心心看著沒有人收留的灰色小貓 就滴氣心肝 決定照顧她 和媽媽母子三劍合璧 發揮女性的本能一起打理小賣店 小玉這個名字 就正式成為灰毛小貓的名字 她看著背著紅色書包的小學生 每天經過站旁邊的小賣店上學 不知不覺小玉慢慢長大 本來灰色的毛漸漸變成白色 啡色和黑色 丑小鴨長大後 發生成高貴純白色的天鵝 雖然不是生了閃閃發光的白色毛 不過三毛貓小玉很容易變形 看起來還很可愛 經常有一隻虎文小貓 去到小賣店旁邊 但又不走近 賣店的嬸嬸發現了她之後 就在店前放下了食物 看看她來不來吃 那隻貓并不親近人 靜靜雞來吃了之後 雞敢腳就走 竟然有一天 住在附近的大叔 走到賣店前面 大聲不停叫 不要亂餵貓 多了夜貓 搞到地方骯髒 慢慢親近過來的小貓 都嚇了一跳 走到很遠 過了幾天後 突然聽到很大聲的煞車聲 嬸嬸看出去 竟然發現那隻虎文小貓 躺在馬路上 動也不動 大家都想盡辦法 但已經無能為力 嬸嬸只是內疚 為何不早就收留那隻虎文小貓 她收拾好心情後 在附近找到一塊空地 將她埋葬 悲慘的事一浪接一浪 過了一段時間 又發現一隻小貓 躺在地上 雨天過後 全身濕透的暈色小貓 躺在小賣店附近的草叢裡 嬸嬸見到後 立刻去搶救小貓 帶回到店舖 抹乾她身上的雨水 小玉還走近 為她取暖 今次行好虛弱的小貓 得到嬸嬸美衣子 還有小玉的悉心照顧 過了幾天後 上半身是啡色虎文 下半身是白色小貓 恢復精神 虎文還有少少像美衣子 可能是親戚 或者這個叫緣分 眨眼小賣店又多了一個成員 嬸嬸和三隻花貓 負責看店 這裡成為鄉村火車站 一間奇奇怪怪 但又充滿溫馨的小賣店 美衣子 小玉 還有新成員小妹店 毫無顧慮 每天看守著小學生上學放學 從來沒有人想過 貴字村線因為赤字 而踏上廢線之路 上天只是被花貓門安樂家園 一段短時間後 又要收回一切 在平靜的鄉村 有如晴天霹靂 火車可能永遠停駛 村民都集合在貴字村站前 議論紛紛 以前做校長的叔叔解釋了處境 這一天在炎熱的夏天 2004年8月10日 原來經營貴字村線的南海電鐵 下了痛心的決定 將會在一年之後的2005年9月 結束貴字村線的營業 早捲入更30年 在日本成為蛙堤的廢線潮 南海電鐵在宣布廢線前的大半年 已經開始在公司裡開會 上吐有關路線經營的方針 當時乘客人數已經開始大幅度減少 或者小賣店的心心計算近年收入的上落 已經心裡有數 知道乘客漸漸減少 從來都沒有想過 作為基建的火車線會廢線 當然花貓門的早五晚三餐的份量 沒有大的轉變 美衣子、小玉、小妹釘 還未察覺到自己的命運 當然火車廢線之後 人們就不會去貴字站 賣店自然生意一落千丈 走上末路 賣店的心心自己生活成問題 還如何照顧三隻大隻的花貓呢 說明花貓門去向如何 還要理解現在路線的噱頭 就要先了解少少路線的發展 和為何南海電鐵已決定廢線 火車線早在1913年4月通車 是宣布廢線90年前的事 原本只是來回和歌山至今 伊太奇增站 完善有歷史極度悠久的神社 而且還有三座 古時已經吸引大量遊客到訪參拜 人們都會輪流到訪三座神社 稱為三社參拜 其中一千神社和國元神社組合 更有2600年以上的歷史 鐵道就是為了方便三社參拜而興建 可惜在二戰之後 三社參拜的傳統逐漸失落 現在已經極少人專程為去神社 以乘搭火車 通車之後兩年 伊太奇增站至桂枝站通車 和歌山鐵路的桂枝川線 歷大功告成 通車之後三十年的1961年3月 擁有大阪南坡至和歌山市站的南海電鐵 收求了和歌山鐵道 南海接手之後 桂枝川線已經失去了參拜神社路線的定位 不過和歌山市站和桂枝川線的和歌山站 並不是同一個火車站 兩個站相距2.5公里 行路的話要用40分鐘 來回一點都不方便 反而JR的和歌山站和桂枝川線的和歌山站 是同一個火車站 地理位置和火車路線在經營上有少許困難 南海電鐵安穩地經營了30年之後 踏入1990年代 完善環境激烈轉變 道路相繼落成 導致附近路線走上沒路 例如1994年的野上電鐵 還有2002年的有田鐵道 跪至川線也同不出押運 乘客人次由2000年度的227萬 跌到2001年度的199萬 跌破了200萬大關 跌幅超過12% 作為鄉川鐵道 簡直不能夠抵受這個衝擊 接著的2002年度也跌了5000人次 乘客下降的趨勢沒辦法扭轉 日向已經有赤字問題 公開資料中1990年已經有赤字近7億日圓 簡單來說 要賺100日圓就要付出近300日圓 這盤生意相信不會有人有興趣接受 到宣布廢線前的2003年 赤字有改善去到5億日圓 可見南海電鐵已經用盡所有方法去挽救路線 但靠乘客車費收入對於繼續經營已經無能為力 每年有130萬元線乘客購買月票上班上學 他們將會失去公共交通手段 對生活上影響甚大 受苦的不僅是賣店的嬸嬸和三隻小花貓 沒人會猜到一位叔叔主動舉手 要接手超級赤字香川鐵道 保護了完善居民的生活之外 也達成了創舉 任命三毛貓小玉為火車站的站長 成為日本首隻C型鐵路的貓站長 這位叔叔難道是億萬富豪兼大慈善家? 2004年南海電鐵宣布一年後廢線 三隻花貓只有一隻隻無名的漢浦小貓 只有桂志村站附近居民認識 根本沒有人會想像 小貓會拯救一條赤字香川火車線 沿線有超過100萬人 靠桂志村線上班上學 和歌山行政為了確保居民生活水準 想盡辦法如何防止廢線 再講詳細一點 對於行政來說 居民就是收入的來源 生活環境變差導致居民流失 進一步令居住環境變差 陷入惡性循環 不僅桂志站所在地的幾支村市 桂志村町上至到和歌山縣都非常煩惱 落力去令赤字火車路線復活 行政收購致行營運 但令赤字加深 失敗而終的個案多不勝數 和歌山行政 避免作為鐵道門外漢以重度覆設 原政府和市政府決定出2億3千萬日元 收購所有歸至村線圓線土地 並負責翻新便電所等設施費用 這筆數值2億4千萬日元 即是行政填補部分的費用 而招攬營運公司專注營運路線 在這個時候 從來沒有人把花貓列入路線重新計劃中 小玉成為站長 是偶然的命運 行政和南海電鐵到處找接班人 結果南海電鐵答應全力協助之下 江山的運輸大企業兩臂集團舉手 順帶一提 兩臂是古時江山縣和輪近縣一帶的名稱 兩臂巴士社長兼集團代表的小島光信 並不是只坐在冷氣房裡 和美女秘書談親的廢物老人 當時他已差不多60歲 誠心為地域居民服務 小島社長之前已挽救了不少交通設施 莫稱為地方公共交通舊主 他親身去到桂子村線視察 發現和歌山站的職員 在沒有乘客的時間趨水過日子 也發現了完線的車路 很多L字的彎位不適合駕駛 經過深入研究路線的現況 和發展的可能性 小島社長決定為和歌山市民服務 認為與賺取大量利益相比 還舊居民必要的路線更加有意義 加上住在桂子站附近的前校長 大頭組織了保護桂子村線聯會 有6,000個會員加入 落力保護火車線 看起來路線安全路國揮線的難關 大換來花馬門安樂獲租清拆的危機 為何會發展到這一步呢? 之前提及到市政府收購完善土地 即是代表桂子站和旁邊小賣店的土地 都變成為市政府擁有 小賣店和辦公室都會成為公共設施 要遵守市的規則 2006年4月1日 新生路線以和歌山電鐵 桂子村線之名再出發 小道光信兼任路線的社長 出席在桂子站的開幕典禮 小貓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知道小賣店旁邊的火車站聚集了很多人 非常熱鬧 當日市政府職員也來到桂子站試測 打算把辦公室清拆 改為單車的停車場 而在賣店旁邊花貓門的小屋一帶 要興建道路連接單車場 開幕典禮大日子裡 職員向小賣店嬸嬸說 麻煩你在工程前清理好貓屋 對嬸嬸和三隻小貓來說 職員冷血無比 大火車站成為公共設施 就不能隨便放置貓小屋 還有一點更令人絕望 就好像把花貓門趕上絕路一樣 小賣店賣食物不能養小動物 嬸嬸不可以收留小貓在賣店裡 再加上他一天在賣店裡 沒辦法在另一個地方照顧小貓 嬸嬸腦裏面一片空白 不知道可以怎樣 只是擔心怎樣去為花貓門安排 他望一望周圍 開幕典禮剛剛結束 傳聞開始收拾地方 致緣池的小賭社長 向人打招呼準備離開 嬸嬸冷靜下來 直到機會只有一次 很快手地抱起小玉 把他塞進小屋裡 之後轉身面向龜之站 握著拳頭 咬著嘴唇 衝向正想離開的小島社長 歷史性的一刻更在未知 小山商店的心心 從來沒有跟小島社長會的面 不知道應該要遲什麼的態度 社長準備離開 已經沒有時間去猶豫 社長等一等 你來看看小玉吧 麻煩你救救小貓 社長逼嚇一跳 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嬸嬸就向社長解釋 社長想了一會後就這樣回答 很想幫你 不過車站很難去預備地方 去安置小動物 加上經營上的理由 櫃耳站將會成為無人站 為了小貓門的生活 嬸嬸並沒有罷休 小玉不是那些周圍可以找到的野貓 曾經有人來開隔一百萬 想把小玉拿回家 還說如果是兒子的話 會出三百萬 見到騰雞的嬸嬸 很激動地介紹小貓 就叫嬸嬸 你帶我去看看小玉吧 小島社長和小玉 互相對望了一會後 社長露出微微的笑容 答應收留小玉 但向嬸嬸提出了一個要求 火車站是不能收留寵物 不過如果是職員的話 那就沒問題 這次輪到嬸嬸搞不清什麼事 以為社長提出一些很無理的要求 去做拒絕的藉口 社長細心地說明 請了小玉做員工的話 為火車站工作就沒問題 而報酬就是早五萬三餐全包 而且還有一個辦公的地方 社長還問了小玉 你想不想做站長 小玉並沒有抗拒 很安靜地躺在社長的懷裏 社長第一眼看到小玉的時候 腦裡已經浮現了站長的姿態 沈沈全身都鬆了 還露出了笑容 真是發夢都沒想過 小玉會成為龜之站的站長 當然媽媽美衣子 還有小妹釘 也幫忙鎮守住車站 名譽上小玉成為了站長 但好像差點什麼一樣 一般來說 站長會穿一套威風的制服上班 原來小玉要一套 獨身訂造的貓貓站長制服 當然在世上 並不存在被貓穿的站長制服 小島社長就吩咐公司的No.2 叫基爺去做準備 從來都沒有人試過 去做一套貓站長的制服 基爺覺得很無奈 但總要嘗試 制服應該不是很難 問題就是一個站長舞 基爺找到一間舞店 他如何去說服老闆 只有基爺和老闆才知道 拿了很多功夫 為了去做比一般赤馬勢幾倍的站長舞 還車爛了三部衣車 站長舞總算完成 基爺就把完成品給社長看 誰知道社長笑不停 沒想過會做一頂這麼漂亮的舞 本來只是打算做一頂很簡單 基爺白費了心機 交到貨但有台沒有讚 真的抑壓不到心中的路火 而且在站長就任儀式舉行前 還要一套簡單的制服 新公司通車後9個月 2007年1月5日 在傳媒和村民見證下 小玉正式就任和歌山電鐵 歸之村線歸之站的站長 戴著值得志豪的站長舞 不過制服簡單得只一條小背肩 就好像沒有穿衣服一樣 非常之性感 這一日沈沈的笑容追餐爛 比看著自己的女兒行婚禮更加開心 歷史性的一日 民間鐵道公司正式任命首隻貓站長 在和歌山歸之站誕生 相信亦是第一個躺著就任的站長 在就任儀式中 記者問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請問社長貓站長平時會做些什麼呢? 問題就好像貓站長根本不會做事 只是被人利用做話題 笑到社長身經發展 當然不會給一個小小的記者為難 社長邊抱著小玉 邊舉起小玉隻手 擺出招財貓的姿勢 充滿自信地看著鏡頭這樣回答 小玉站長主要的職務就是招攬客人 在場的記者和村民都笑了出來 讚嘆不絕 陽光照對站長帽的金線發出的光芒 但遠遠都比不上威風凜凜笑玉站長的眼神 傳播的事都不是開玩笑 雖然是一條無名的赤字鄉村鐵道 不過由行動派的小島社長領導 本來是冷冷清清的櫃子站 由今天起早上六點到下午五點 土生土長的三毛貓站長 鼓勵學生和上班一族 從懦月台送別開出的火車 還有芬蘭膠 都是貓站長的正式工作 媽媽的美衣子還有小妹釘作為助手 花貓三劍合齊心合力在車站工作 所有事情都像走馬燈一樣 不知不覺一年就過去 所有事情太美好 實在難以置信 日夜躲在辦公室的職員 整理好第一年經營數字 報告給小島社長 實在太厲害 身兼數職的社長 又打算為桂子穿線 舉辦站長就任後 另一個隆重儀式 南海電鐵逆秀前最後一年 乘客人次不夠二百萬 憑著小玉的力量 就像奇跡般數字突破二百萬 增長率達到十幾% 近二十萬人專程搭殘舊的火車 為了看看小玉站長的泳資 每一天 肖聲都響遍和歌山的鄉村火車站 站長就任一周年紀念儀式裡 主角的小玉獲得小島社長表揚 更加電擊升級為超級站長 相等於人類的課長 是管理階層 和歌山市市長大橋堅一也來到捧場 而社長更加派利是 掌小玉當年鼠連的貓玩具和蟹柳 而且最大的獎勵就是新的站長室 小玉一口氣成為了大人物 不僅是日本國內 甚至海外都關注可愛的貓站長 就算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三隻花貓的出身 和貴子穿線的經營危機 當然還有小島社長的事跡 2007年當時互聯網已經相當普及 加速了這個鄉村故事的擴散步伐 不知是否三毛貓為路線帶來好運 繼2006年8月6日啟航的專用車廂草 草莓列車後 2007年又有新列車推出 設計同樣是兩媒集團設計顧問的水滬江銳志操刀 水滬江大師最著名的作品 相信是2013年推出JR九州的七星號列車 在和歌山火車完善長大的 模型玩具公司社長局後 建議先給5年的廣告費 去製作高達列車 不過經過商量之後 設計就改為水滬江大師建議的 玩具列車 為這條鄉村路線增添了色彩 2008年4月20日 期待的站長室落成 看起來雖然一點都不豪華 但這個已經是盡了全力的成果 小島社長在進攻典禮裡展露了笑容 不過在事實上赤字問題沒那麼簡單就可以解決 第一年還有8000萬日元虧損 人氣花貓開始肥起來 不去獎勵那麼多食物 而去準備一個新的站長室 可以讓到訪遊客盡情欣賞站長的水滋 小島社長真是照顧周到 另外還有工神在公司裏工程部的職員 為小玉度身訂製 親自在桂子站閘口旁邊的位置 以友情假DIY做一個 合襯白色裝修的站長室 莫邀請成為法國電影的女優 又獲鋒為和歌山縣分工著 小玉站長為和歌山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配合好像貴族的身份 在就任兩週年紀念儀式裡 小玉身穿了全新的豪華披肩 帶著頂身帽上面的羽毛非常奪目 原來是來自江山縣牧場鴕鳥的羽毛 真是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很適合身和上鏡 美伊子一向熱心地照顧兩隻貓仔 也喜歡和我們打成一片一起玩 踏入了第十二個春天 或者是連日雨天的關係 美伊子整天都躺在這裡 在夏天裡的一天 她從車站走向小賣店途中 竟然躺在地上 幸好賣店的嬸嬸及祖發現 即時開車送媽媽去醫院 醫生看來看去都發現不到有什麼問題 但為了謹慎起見 留院幾天看看情況如何 大家都在想如何去歡迎媽媽回來的時候 電話就響起原來在醫院打來 甚至聽了醫生說明後 已經忍不住淚水 媽媽已經不再回來 大家可以做的事就是互相安慰和互相支持 想起四個月前的春天 得到粉絲們的支持 還有再次一直為路線賣力的水護岡大師幫助 以站長小玉為主題的小玉列車投入服務 車廂裡和外面總共有101隻小玉 白色的車身 配合以木作為裝修的車廂 充滿了溫馨的氣氛 媽媽美伊子可以看到以女兒為主題的列車 每天接載居民及遊客 應該感到非常之志豪 季節穿線雖然還有赤字問題 不過越來越多人來探望小玉站長 加上我得國內外的觸目 少到社長又想到新的節目 在假日遊客都逼爆了季節站 要令遊客更舒服、滿座而歸 翻身車站應該是正確的決定 其實社長也猶豫了一段日子 保留昔日的回憶 尤其媽媽的美伊子曾經在車站度過了一生 社長最初曾經和小玉站長作了一個承諾 希望在十年之後 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季節穿線可以每天為居民及遊客服務 為了發展 回憶盡可能保留 翻身車站 可以創造出更多美好的回憶 貓站長就任三周年 作為紀念 決定翻身車站 和歌山古稱為木之國 今次利用和歌山的木材 繪皮緝的屋頂也採用了和歌山產的材料 水護江大師以自然為主題 還將車站外形設計成像一隻貓一樣 屋頂的曲線難度非常高 至深的職人下了不少功夫 車站的名字是Tama Station 即是小玉站 也有博物館的一面 而一個世界獨一無二的貴子新車站 就是小玉站長 升職為和歌山電鐵董事成員的禮物 踏入第五個年頭 社長突然抱著一隻 從來沒見過的三毛貓 並向小玉站長這樣說 由今天開始 你有新助手來幫忙 請站長多多指教 新來的助手是二玉 來自總公司的江山縣 有一天差點被車撞傷 一位類似救了一隻 骯髒骯髒的小貓 幫他洗澡後發現原來是一隻三毛貓 一位類似知道小玉的事跡 就把小貓拿來給基爺 即是最初為小玉訂造站長帽的叔叔 貓在江山的路面電車辦公室 實習了一段時間後 就調職來到桂枝站 能幹的小玉站長 升職為社長代理 是和歌山電鐵的No.2 管理全線14個車站 而帽子上加了紅線作為標記 告別的日子總會來臨 或者小島社長早有準備 將二玉帶來桂枝站 跟前輩學習 當時是2012年 小玉12歲 換作人類計算的話 已經是65歲的大前輩 差不多要為路線的日後作打算 2015年1月 貓站長就任8周年 成立了小玉站長基金 當然站長就做主席 小島社長就做代表 和歌山原知事 和歌山市 和紀之村市市長做顧問 表揚為人類帶來快樂的動物 和相反拯救動物的善心人 今次我去到和歌山的時候 剛剛遇上愛護動物列車 為了減少五負責任 以遭遺棄的動物 和傷害小生命的事件 例如2016年 超過11萬隻動物被送到動物中心 其中5萬隻遭到人道毀滅 當中有八成都是貓 這一年的春天 貴子站月台上的櫻花盛開 蕭玉站長巡來月台 在往年他會爬上樹上看風景 今年只在樹下享受日光浴 不知道是不是花粉症 蕭玉站長展開了連續打黑痴的攻勢 鼻水不停留 嬸嬸也很擔心 帶了蕭玉去看醫生 診症的結果原來是悲癌 不是什麼大的病 休息一段時間就應該會好 在差不多搭入夏天的一天 蕭玉跌在地上 他醒來的時候 身上已經插了喉管 住身在家戶病房 鼻水也流不停 而身體漸漸消瘦 醫生向心心說 這幾天可能是關後 請通知親友來看一看他 小刀社長收到通知後 立即由江山趕到醫院 在社長入病房前 小玉好像有預知能力一樣 坐起來去迎接社長 小刀社長看到這個情況 不以為小玉沒有大礙 他還叫大家保持笑容 抹走消沉的氣氛 社長專程來到 但是看到小玉身上的喉管 就沒有抱起他 讓他媽媽在休息 第二天 小玉完成了站長的任務 上路去找很久沒見的美依子媽媽 三千人聚集桂枝站 送別多年為車站服務的貓站長 小刀社長有兩個心願中美達成 第一是想抱抱小玉 第二是想和小玉一起參加十周年紀念儀式 不過小玉已經等不及要去找媽媽團聚 跟隨前輩的二玉成為接班人 繼續盡忠職守 2017年更加有新成員四玉加入 兩位拍檔輪流看著 伊泰奇增站和閨枝站 保護閨枝村線 以後每天接載居民和遊客 小玉發生為大名神 每一天在櫻花樹旁邊 守護著每一班火車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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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